大家好,最近这些年流行的这些个装古剧当中啊,敌人节绝对可以挤身顶流,断暗如神,饥饿如仇 但是这样的形象呢,并不是他本来的样子,而且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荷兰人的杜撰 那这荷兰人为谋把一个唐朝人刻画成中国的福尔摩斯呢,今天咱就聊聊这事儿 创造出敌人节艺术形象的荷兰人,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 1910年出生在荷兰的一个军医家庭,年幼的时候呢,跟随父亲在印度尼西亚找挖岛生活 当地各种神秘的东方文化习俗,让这古利克呢,非常感兴趣 当他回到荷兰之后,就立志以研究中国文化为毕生事业 后来呢,进入大学学习中文,在这期间呢,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高罗佩自孝旺 等大学毕业之后,顺利的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派驻日本东京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高罗佩辗转来到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 一方面进行外交工作,另一方面呢,继续对中国文化的探访 在这儿学习中国古琴,给自个儿的书房呢,起名为银月安 还娶了清朝大臣张之栋的外孙女当老婆 也就是在这个派驻东方的这个岁月当中 高罗佩有机会在旧书店得到了一本清朝的小说《狄公案》 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故事的主人公狄公正是唐武则天时期的狄人杰 历史上狄人杰为官清廉,刚正不阿 做事呢,报案效率齐高 史记中记载他担任大理四城的时候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 涉及一万七千多人,没有罕官的,让他名声大振 后来民间就把它奉为断案清白的神明 到了清朝就有了《狄公案》这本书 虚构了敌人杰抽丝包茧,历经重重危险断其案的故事 这部书在当时并不出名 而高罗佩拿到这本书之后是如获至宝 在他看来,当时西方侦探小说风靡中国 而很多这样的侦探小说质量并不高 与之对比,中国古代判官县令如狄公案这样的主人公 虽然没有现代的照相指纹行真手段 但是访案之戏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于是他决定把《狄公案》翻译成英文 呈现给西方读者 本来高罗佩做这事就纯属兴趣 万没成想,狄公案在西方是大受欢迎 读者们对这种带有悠久历史的东方神秘元素非常受用 高罗佩的书六个月内就回了本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再接再厉 加入一些西方侦探小说的逻辑 让敌人结破更多的案子呢 在这样的想法之下,从1950年开始 高罗佩以敌人结为主人公进行再创作 准备做成长篇连载 先后写了《迷宫案》、《铜中案》、《黄金案》等等 这几个故事写好之后 他本来还准备写中文版本 但时代不允许 高罗佩只好把几个案子合在一起 就是最初的大唐敌宫案 他的表现比原来的敌宫案还要好 出版商经常接到读者来信 要求催更 于是高罗佩笔更不错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又陆续创作了 一系列敌人结破案的小说 都收录在《大唐敌宫案》当中 1967年 高罗佩即使身患重病 时日无多 依然坚持写作 并且在去世前两天 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 《广州奇案》 两天之后 高罗佩与世长辞 就这样 从50年到67年 高罗佩完成了24本 以敌人结为主角的小说 在他之后 敌人结这个形象 在西方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界的符号 先后有法国人和美籍华人 续写敌人结断案的传奇 这些续作加起来呢 有22部 在这些敌人结断案的小说当中 高罗佩把自己的汉学造诣 发挥到了极致 书中涉及到断案流程和相关的法条 都符合唐绿书仪的记载 而故事发生的时间 也有很多是在中国的传统佳节 在叙述故事的同时 也给西方读者科普了中国的民俗 比如看花灯 赛龙舟 中秋赏月等等等等 与此同时 每个故事都会有中国文化的道具 作为破案线索的关键 比如供奉的观音像啊 阴阳八卦图啊 围棋残局啊等等 高罗佩不但写故事 还在书中的关键之处 给画了不少插图 图中的这些中国元素 随着故事的叙述 渐渐为西方读者所知 在高罗佩去世的时候 大唐狄公案已经有了 英法德荷兰语等一本 甚至当时荷兰有个亲王 都是敌人结迷 把敌人结的故事翻译成了西班牙文 现如今这本书有几十个语言的一本 书中的狄公也果然如高罗佩所料 作为中国版的福尔摩斯 成为西方知名度最高的几个中国人之一 在那个年代 西方对中国的普遍认知是 并态无能闭关锁国 而大唐狄公案的出版 则以各种中国文化元素 从正面讲述了中国形象 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中国论 如此故事自然就会被搬上荧幕 1969年英国推出了第一部 以敌人结为主角的电视剧 高鼻深目的英国演员 穿着中国古代官服续着长胡须 反映了中国热在西方的流行程度 到了1974年 美国推出了以敌人结为主角的电视剧 随后呢 这股海外刮起的敌人结热潮 随着改革开放 吹入国门 几十年来 敌人结的电视剧被不断翻拍 如今敌人结的形象 已经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 这一切背后固然有历史中真实敌人结的影子 更多的是那位国际友人高罗佩的创作 由此可见 优秀题材的二次创作的过程 也是不分国界的 好了 关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和敌人结断案的故事 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